《道德经》里面有这么一句非常经典的话,可以说知名度非常的高,即便你没有读过《道德经》,这句话你也一定听过。 是哪一句话呢?人法的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,可以说,这是非常难懂的一句话,称得上奥妙无穷,领悟了你就是高手。 这几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,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弄懂的。 今天我就和大家具体地聊一聊,先说一下法是什么意思。 法,意思是制约,效法,管控,规范,人法的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。 最简单的解释方法,就是说,人以地为行为规范,地以天为规范,天以道为规范,道以自身为规范,下面为大家带来详细的解读。 地,指地球,地面,进一步引申为生存空间,人法的,意思是说,人的生存法则受制余地的运行规律。 举个例子,比如人的日常起局,休养生息都要遵循地球的规律,冷了要加一,跳起来要落地,等等。 还有春天要播种,秋天要收割,这些人的行为规律或者准则,要取法于大地的运行规律。 这里的自然,不是指自然界,如果理解成大自然或者自然界,意思就小了,倒不可能效法小范围的存在。 这里的自然,意思是自己的状态,然,就是样子。 状态的意思,道法自然,就是道法自身。 换言之,大道取法于他自己,按照他自身的规律法则周而复始。 生生不息,另一层意思,也更贴切更合乎原意。 自然,就是自然而然,顺应而不强求,顺理成章,水到渠成,瓜熟地落,这样自然而然的一切,就是道的特性。 简言之,自然而然,就是道,大道承认自然发生,而不忘加干预,得道者也是一样,如庄子大宗师所言,不忘其左使,不求其所终,是之为不以心圈道,不以人驻天,是之为真人。 意思是说,不忘记自己的本来面目,也不强求自己中意的结果出现,一切遭遇都欢欢喜喜,所有结果都欣然接受,这就是不用自己的心智去遇损害大道,不用自己的意志改变自然,这就是所谓的真人。 不扭扭念念,人为粉饰,不刻意造作,强求结果,而是随顺自然,让一切自然发生,真实呈现,接受一切合理的结果,而不会耿耿于怀,坦然自若,随遇而安,这就是得道者。 老子认为,名利与生命是互相矛盾而不可调和的,追逐名利,贪得无厌,结果必然造成生命的损失。 只有看重生命,致名利于度外,才可以偿命于生,王毕这样说,上名好高,其身必输,贪得无厌,其身必少,得名利而亡其身,何者为病,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,但是人的行为又常常浪费生命,轻视生命,甚至好勇斗狠,铤而走险,死于非命。 有的人想过一种好的生活,但是又不选一条正确的道路,误入歧途,胡作非为,违法犯罪,为了自己失去了自己,为了多德而一无所有,为了名利而身败名裂,人为财死,鸟为失亡,意思是说,人为了追求金钱和财富,可以对生命不管不顾,鸟为了争夺食物,可以连命都不要。 这句话出一个自民间故事,唐朝末年,长安城城郊一个村庄有两个年轻人,王武,赵六,他们游手好闲,偷鸡摸狗,让村里人很是厌烦,村里一德高望重的老者告诉他们说,你们年纪轻轻,不做正事,惠者受打,二人也算明白,就让老者给一条生路,老者说你们勤快些,可以上中南山砍柴烧炭,送到长安城去换钱,就能解决生计了, 二人依靠烧炭,倒也生活有了起色,可是再一次砍柴时,遇到一座山洞,在洞中发现了一个半人高的大缸,缸中装满金银财宝,二人喜出望外,可是怎么也搬不动大缸,二人商量怎么把缸运回去,王武让赵六回去带工具,好运回去,自己守着,并让赵六不要告诉别人,王武想独吞这些财宝,赵六也想独吞财宝,带好工具,他灵机一动, 再给王武带的饭菜中下了毒药,赵六回到山洞,放下工具,开始捆绑大缸,等着王武吃饭送命,王武却趁着赵六忙活的时候,在背后用砍柴斧把赵六后脑勺开了勺,赵六死后,王武吃饭,也挣扎几下被毒死了,饭菜散落一地,几只小鸟看到洒落在地上的饭菜,飞过来啄了几口,当下也死了, 一名饮食路过,看到眼前的景象,很快明白了其中的因果,他感慨道,真是人为财死,鸟为食王啊,一个人对生命与财富取舍不对,选择不对的结果就是人为财死,鸟为食王,善爱必大费,多藏必厚王,说的正是天道,当然也是人道,一经牵挂团说天道亏盈,人道恶盈,世间没有完美之物,这是宇宙法则, 当开普勒经过精密测算,发现行星绕日运行的轨道,居然是椭圆,而非完美的正元石,他很痛苦,世人也很痛苦,人心是追求完美的,但是天道是拒绝完美的,这就是人生最大的困惑,对于每一个在追逐梦想的人,你要清楚你的代价是什么,或者说,你可能的代价是什么,同时,我们也不必去羡慕任何人,每个人更应该追寻内心的选择,做好自己, 也许,做一个平凡而快乐的人,对有些人来说就已经很好,知足常乐,知道的人不少,真正做到的又有几人,所以老子最后说知足不辱,知之不殆,可以长久,知足,就要断绝贪欲,但是比断绝贪欲更重要的,是放弃追求完美的心理,而在当今社会,追求完美是作为一种美德,受到普遍赞扬的,这或许是人生最大也最隐蔽的一个陷阱, 正如西方哲人爱莫生所说,我们对人生有种种期许,却从未真正生活过,道教程序,吸收自然观念后,认为道的本性就是自然,道之自然的法则及天所效法的,也是的所效法的,人生在天地间,其行为的最高法则,也应是效法道性自然的法则,自然,没有任何固定的模式,形式,它生化万物,万物皆按其各自的本性 自然生长生而不有,不存在强加的任何因素为而不适,从而保证了自然界的和谐长而不载,是未玄德,而人修大道,就当效法道的自然本性,顺应天地自然变化的规律,尊重自然界一切生命的特性,并致力于保护,维护自然界的和谐,对于人世间的一切东西,都不要强求, 因顺应事物发生发展的自然规律,必须遵道而贵德,要知足,知止,使心神平和,精神得到升华,深爱必大费,过分爱惜名利,过分爱惜羽毛,过分爱恋一个人,必定大费周折,乃至于需要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 有些年轻人,因为失恋而轻生,实在是将爱情,将对方看得太重了,重蹈超过了自己的生命,就是深爱了,孔子,无义,无碧,无故,无我,这句话,讲的就是凡事物过度,一旦过度,就过犹不及了,就伤害到自己了,多藏庇厚王,过度积累财富,必定有惨重损失,必定失去更多,按照李敖大师的话,不爱这么多,只爱一点点,这才是真话, 你爱配偶一点点,爱父母一点点,爱孩子一点点,爱朋友一点点,再剩下一点点爱留给自己,这才是现实,谁也不会为了一个人,而放弃一切,人哪有那么多能量用来消耗,除了爱情,还要出去赚面包钱,赚奶粉钱,当然,还需要休息,补充体力,为劳下自己,不要干特别猛烈的事,过于猛烈的爱情,往往把对方稍微灰烬,然后熄灭自己, 这个太强烈,太疯狂了,完全使病态的,凡事都应该有度,只爱一点点,故知足不辱,懂得满足,知足常乐,就不会受到羞辱,一旦有求于人,就需要劳师动众,就需要阿谀奉承,就需要恶心自己,拿尊严去换取那份利益,比如上门求领导办事,既然是求,肯定需要低声下气,而且有极大可能依然被拒绝, 名与身孰亲,身与祸孰多,德与王孰病,圣人老子通过这三个句子要表达的是,名誉,身体,财物这些东西我们都想要,这些都是人们梦寐以求的东西,谁不想欲满天下,谁不想身体健康长命百岁,谁不想经欲满堂,答案是肯定的,都想,但是,无休无止地想得到又担心失去,这是人们共同的缺点, 深爱必大费,多藏必厚亡,但是,对这些东东的偏爱追求,都一定会耗费我们的体力精力,造成精神甚至生命的浪费,产生不良后果,退一万步说,你耗费一生,收获了众多的财物,死了又带不走,淋了一定会有浓蒙的牵挂,遭受到满屋子财物的折磨,死都难以瞑目,何苦呢?故知足不辱,知指不代,可以长久,因此,懂得满足就不会自找没趣,自取其辱, 自我折磨,懂得适可而止就不会疲于奔命,不会有愚蠢的精神负担,这样的生活才会轻松自在,才不会去做有还无意的努力